他们经常潜入一千米的深处追捕猎物 由于一直生活在深海中 棱皮龟要适应冰冷的水温 他们具备爬行动物中独一无二的本领 那就是通过肌肉产生热量 从而提高身体温度 由于新陈代谢缓慢 海龟可以长时间生前 绿海龟能在水下连续活动五个小时 通过降低心率以减少氧气消耗 他们还能在水下休息睡觉 会把自己嵌入礁石下 保护自己免受捕食者的攻击 有些海龟每天晚上都会回到同一个地方睡觉 在咸水中生活看起来很难 但海龟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 保存身体中的水分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 因为他们可以从食物中获取水分 此外他们还能通过代谢加工海水 也就是去除多余的盐 海龟的眼睛里有一个特殊的线体 可以排出多余的盐分 所以上岸后我们会看到海龟好像哭了 但实际上这是他们在排出身体中多余的盐 这些含盐量极高的眼泪 还有另一个用途 当此海龟挖掘巢穴的时候 可以清理进入眼睛里的沙子 加勒帕克思想规从所吃的植物中获取自身所需的大部分水 并且能忍受六个月不喝水 由于新陈代谢缓慢 它们能够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存活一年 身体脂肪分解的同时还可以产生水 虽然体型庞大 但是它们能够浮在水面上 甲鱼排尿的方法有趣但略微不雅 以正常的方法从身体中排出尿液会损失大量的水分 它们生活的环境中水体含有盐分 而为了避免摄入大量的咸水 它们便从嘴里分泌尿素 然后再把头伸到水里漱口